余祥平 三對三籃球選手余祥平 在亞運一戰成名 帶著榮耀回到母校 才踏進學校 就受到學弟妹熱情歡迎 市長謝國良送上特製版籃球 而對於基隆目前還沒有亞運 奪牌相對獎金慣例 當場指示教育處 兩週內研議辦理 這個換起來我們對於這個 社區籃球也好 學生籃球也好 甚至基隆的直籃也好 這個大家都非常努力 想要把我們的籃球活動辦得更好 那這兩邊議長 我要特別說一下 因為我先講話說 議長也非常關心 因為台中有好的獎金制度 那基隆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固定的慣例 那議長這兩邊也非常關心我這個事情 在這邊交代 我想選獎品一定要非常好的鼓勵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教育處跟體鑑科 大概在兩個禮拜以內 回到母校 基隆名傳國中 鼓勵學弟妹不要放棄 堅持自己的夢想 就是努力做自己 不要放棄 勇敢追夢 其實就是一樣一直走在籃球這條路上繼續努力 不會說因為得了這個金牌就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助力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很棒的經驗 然後繼續發展下去 出席活動的議長 同志偉 何余祥平 基教練 徐偉勝 都是多年好友 特別準備12號球鞋送給余祥平 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一雙球鞋要送給他 其實基隆買不到12號的鞋子 因為基隆很少這麼高大的選手 他們的教練偉勝穿13號 國中國二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其實我就覺得他協調性非常的好 那基本上因為你看他的身高 他國中的時候在基隆去打中攻 到高中去慢慢逐漸的轉型 我想後來現在大家可以證明 我們未來這個選手轉型的非常成功 也希望他未來可以在職業隊可以好好的發揮 那我們基隆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可以引進職業隊來進駐 那希望祥平未來就是我們基隆的代言人 難得回到母校 與祥平和議長同志偉親自下場 和民傳國中學弟來個一場友誼賽 雙方比數一度追平 最後在議長同志偉拿下最後一分獲得勝利 要從興趣變成專長是一個很困難的過程 那在於你投入這項活動 你付出了多少心力 那我覺得基隆應該有更多這樣的人出現 願意從興趣慢慢的把它變成專長 投入更多的心力在這項運動上面 我覺得對基隆才是一種幫助 這麼多年來大家都知道我們基隆培養 獎出非常多優秀的國手籃球選手 包含林智傑 李啟毅等等 那這幾年民傳國中在籃球運動上面 發展得非常不錯 那我也希望教育出未來的資源可以整合 讓我們的籃球的環境可以更好 身高188公分的余祥平 目前在一守大學 籃球隊主要位置是後衛及小前鋒 對於下一個階段表示將投入選秀 希望能夠加入直籃 記者 黃紹銘 基隆報導 第二名同順順地利 明天